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任嘉伦的走红让一众女性网友十分羡慕她的妻子聂欢 到底是前辈子修了多大的福气 这一世才会遇见任嘉伦这样优秀的男人呢 事情追溯到2017年的3月7号 任嘉伦在微博公开宣布恋情 晒出一张与聂欢海边牵手的照片 被问未来的每一个春日每一个冬夜 我都愿意陪你一起 两人相守五年的爱情终于公之于众 当年呢也正是任嘉伦凭借电视剧《大浪荣耀》播出后火了一番 可当大家还沉浸在广评王李叔和珍珠的虐恋情深的剧情当中时 没想到任嘉伦现实中就公开了恋情 一众CP粉塌房 随后任嘉伦也不断脱粉引来漫吧 这样冲动的决定呢 应该不是与公司有过商量后的行为 因此呢 有段时间任嘉伦也开始被血藏 虽然不缺戏拍 但是公司对其的营销基本没怎么上心 任嘉伦能够再度翻红 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出圈 2009年紧致下的播出 才正式将任嘉伦拉回大众视野 官宣恋情的那一刻呢 任嘉伦粉丝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对于这个决定 任嘉伦表示啊 就想好好地做自己 好好地拍戏 不刻意去隐瞒什么 不管这个决定啊 是对与错 都是当下内心最想要表达和最想要做的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在娱乐压力之下 任嘉伦还不忘为聂欢说话 说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没有心机 没有心眼 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女人 彼此之间呢 也只是想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当时呢 同为欢瑞艺人的杨子秦俊杰 王静松 还有与之合作的景田 梁静杰等人都为任嘉伦 业欢送上了祝福 给予她一定的底气 而当时的杨子与秦俊杰呢 也是一对刚刚恋爱不久的情侣 一众粉丝呢 也还在任嘉伦的这条微博下 祝愿杨子和秦俊杰能够长长久久 让网友们也狠狠地吃了一把 杨子与秦俊杰的狗粮 但好景不长 如今呢 杨子秦俊杰已经分手多年 物是人非 当时任嘉伦与念欢 官宣之前俩人就已经交往五年 时至今日呢 也陪伴彼此走过了十年光阴 任嘉伦曾残言 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聂欢呢 原本也是一名演员 人生中的第一部戏 便是冬天敌人节 但也是她的最后一部 与任嘉伦恋爱后呢 聂欢就一心在背后支持任嘉伦 放弃了自己的演员梦想 陪任嘉伦走过了人生的低骨气 在她一无所有的时候不离骨气 所以这样的深情的伴 才会换来任嘉伦同等的汇报 那就是告诉全世界 聂欢是她的妻子 是她要相守一辈子的人 2018年到12号任嘉伦 聂欢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从此聂欢与孩子 就被任嘉伦保护得很好 而聂欢呢 也完全的投入家庭 在家庭教育孩子 好让任嘉伦在工作上 可以毫无顾虑 大家之所以会羡慕聂欢 那是因为大家发现了任嘉伦的好 殊不知在任嘉伦 不被观众知道的那些时光里 是聂欢陪她一路走来 所以没有任何人会比聂欢了解任嘉伦 考古发现呢 在任嘉伦关心恋情的那一天 王金松老师的一番话 也打脸了娱乐圈的好多艺人 他祝福任嘉伦 并鼓励任嘉伦 说男人的美德是承受和担当 演员演别人的故事 过自己的生活 这段话可以说是非常的透彻 相信呢 也给任嘉伦很大的信心 每当娱乐圈有恋情被爆时 任嘉伦是一个 陆寒也是一个 他们都是有担当的好男人形象 无惧外界的流言蜚语 只想给女方最大的安全感 羡慕聂欢的人 是不是也很羡慕观小童呢 相反呢 有些男艺人啊 就喜欢藏着野长 比如说张允健 与吴倩永的孩子后 才承认这段感情 再比如华晨宇 不禁与张立成未婚生子 眼下与王月一传伟文 也始终不肯回应 不管是真是假 出来回应 承认或否认 起码路人缘不会变差吧 还有此前王家儿 与宋宇琪也是被媒体拍到 双方呢 依旧是不回应 燕宇家呢 郭麒麟也都是这样 谈个恋爱偷偷摸摸 如今呢 随着媒体互联网的发达 明星们谈恋爱 已经很难被遮盖住了 明星也是人正当的年龄 谈恋爱 本就没有什么错 任家伦和陆寒呢 虽然公开恋情 也为此受了影响 可现在不照样熬过来了 网友虽然八卦 但是真的要有实力 谈个恋爱 又如何能够影响到事业呢 任家伦如今呢 很少会在公开场合 谈道孽欢 但是对于妻子的喜好 任家伦却一进二出 不工作的时候呢 也会尽可能的陪伴在 家人孩子身边 所以说啊 男人都应该向任家伦学习